父亲此次进宫属于临时召见 正在休假的他睡了个懒觉 刚起床听完老嬷嬷的唠叨 还没有来得及对一群狐朋狗友的邀请做出回应呢 就被一个太监叫进了宫 说是红悬有请 父亲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指婚 很是有些云里雾里的 如果说他皇阿玛和嫡母 是将这个消息给消化了一千遍 才敢确认这指婚不是假的 那么他本人则是消化了一万遍 还是不怎么敢相信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父亲的爹李荣宝接完纸谢恩后 便当即就将父亲拎到了书房 问父亲什么时候得到九阿哥的赏识 所以说李荣宝聪明呢 人家压根就不认为这婚事是老实的意思 父亲急忙地摇头 说他连九阿哥的面都没有见过 和九阿哥家的阿哥们 说到这儿 父亲迟疑了 他是见过红镇的 和冬卓偶遇之后一起见的 然后还见到了刁蛮的大格格和他的三个弟弟 李荣宝见到父亲面露迟疑 急忙地追问 父亲想了想 忙一阵地摇头 有些事情还是别说得好 否则呀 追根究点下去 自己不讨好 李荣宝自然不信 父亲就说 因为他在军中和呼冷斯的两个兄弟关系不错 也许是呼冷斯给特末尔说了 特末尔又给洪正说了 然后洪正又给九阿哥说了 李荣宝将这条线长长地理了一遍 觉得这条线貌似太曲折了一些 只好问父亲 十四是不是对他另眼相待呀 父亲想了想 另眼相待那是自然的了 但是却不是所想的那种另带的法子 在西北 十四分给自己的活可是最苦最累 还最是危险的 他此次升职那真的是用脑袋换来的 一点水分都没有 于是自然是满口否认 否认得很认真 李荣宝坚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便打发走了父亲 自己也赶紧出门去找自己的兄长马奇要主意去了 马奇也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但是马奇的女儿 十二福晋却突然地想起来了 齐木格接见过自己的婶子和堂弟堂妹 也许是那个时候 宫里并不打算将堂弟堂妹嫁蒙古 而是九二哥的四哥哥打探婆家底戏呢 十二福晋这个最接近答案的猜测 却遭到了大伙无情的嘲笑 怎么可能呢 父亲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兵 就算和皇后的侄儿关系好 九二哥会看上他吗 如今嘛 不管怎么说 父亲还有一点军功呢 不是吗 再说了 就算父亲那个大嘴巴 咧得大的晃罩了九二哥的眼 九二哥发现了有这么一号人存在 但要谈婆家的底细 也该九二哥出马好不好啊 皇后出马那自然得是为自家的闺女 难道父亲还入了皇上皇后的眼吗 这种玩笑还是少开好不好啊 所以父亲便在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 接受大伙儿的祝贺了 父亲更是被一帮损友给连贯了三天 傅茶家便在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 接受大伙儿的祝贺 父亲更是被一帮损友给连贯了三天 若是康熙朝娶九二哥的女儿 可能日后前程还会有变数 可是如今是敦庆朝了 虽然九二哥散了许多的家产 但是儿子女儿的富贵 可是和皇上的一脉连在一起的 因此父亲可是大大的转了 父亲其实也很欣喜着呢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会有这等的好运 但是心中却隐隐的有些不安 毕竟自己还有这个客妻的名声呢 但是父亲却不知道 该不该知会一生救阿克福的人呢 自己其实真的有些舍不得黄了这婚事 但是不通知吧 万一将四哥哥给客了 那又怎么办呢 左右为难的父亲终于明白了 要磊落的做人并不是上下嘴皮子动一动那么简单 虽然父亲想过四哥哥是个汉妇 是个丑八怪 是个结巴等等的 但是父亲还真的舍不得亲手毁了这门婚事 最后父亲告诉自己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 绝不吃软饭 于是乎便在某一天借着酒劲 鼓足了勇气 朝着九二哥夫走了过去 但是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呢 离胡同还有一里地呢 被风一吹 父亲清醒了一分钟后 便又打了退堂鼓 是自己拼了性命争来的军功后 被九二哥给敲上了 自己并不是贴上去的好不好 因此 这两天在众人的恭喜声中 父亲是备受煎熬 有口说不出啊 不想 攀附权贵容易 但是被权贵攀附上 想要拒绝 怎么就那么难呢 今儿睡了个懒觉 本想借口 待一会儿要去赴宴 而再一次地将坦白一事延后 不想 宫里却来人了 父亲并不知道 红轩找他是为了何事 但是却隐隐地希望 红轩是查到了自己这个不大好的底细 自己没有勇气揭开盖子 那就让别人揭吧 不想 红轩见了他呢 却压根没有提他命运或者软的问题 而是关心了两句工作 再过问了两句生活 最后便说 四哥哥可是九二哥的掌上明珠 嫁给他父亲可是亏大了 九二哥可是做了个亏本的妈妈呀 父亲能干嘛呀 只能点头称是 当然心里也憋屈 又不是四哥哥扔绣球 自己硬去抢的 这亏本不亏本 九二哥完全可以控制的 不想 红轩却笑着问父亲 既然九二哥宁愿亏本 也要将宝贝闺女嫁给他 那么父亲应该怎么表个态呢 父亲心想 我要表决心 也该当着九二哥 自己未来的月账表呀 不过谁叫红轩是皇帝的儿子 自己未来老婆的堂兄呢 因此 父亲便指天发誓了一番 说一定会对四哥哥好 此生绝不负四哥哥 这倒是父亲的心里话 四哥哥委屈下架 自己占了那么大的便宜 若还是对人家不好 那还像话吗 不想 红轩却还是不满 反正就是不点头 父亲纳闷了 自己难道表现得不够有诚意吗 再一想 是啊 自己还隐瞒了客期这么大的一件事呢 好像挺没有诚意的 于是父亲便清了清嗓子 大哥 那个 父亲再次的咳嗽了一声 可是那话就是堵在了喉咙里 说不出来呀 父亲最终还是支支吾吾的提了一下 很是含蓄地问红轩 不知道有没有合过他和四哥哥的八字 他本人的命格好像不怎么好 躲在暖阁小屋子里的四哥哥 不由地轻轻地捏了一下安安 红着脸低下了头 安安对父亲的观感倒一下子好了许多 而外头的红轩却是一头的雾水 父亲命格不大好 不会吧 挑人的时候 应该都是祖宗八代的查的呀 不可能遗漏了本人的命盘呢 如果说此事 一手由老师和秦母阁负责 红轩相信 没准会出现此等的疏忽 可是人可是九二个亲自挑的 九二个那么精细的人 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因此 红轩疑惑了一下 便皱起了眉头 难道父亲还不满意这门婚事吗 想借一个莫须有的理由 让女方退婚吗 见红轩面色不渝 父亲只好咬着牙 将自己命中客气的传言 说了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的 底气不足的说 也许 也许多给庙里添点香油钱 会有所改观 见父亲比较纠结 红轩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但是却没有多留父亲 只是说此事容他想一想 等父亲走后 红轩便从小屋子里喊道 你们出来吧 安安拉着四哥哥 笑咪咪地走了出来 弟弟 这事我们早知道了 去了白塔寺 找了一个喇嘛 帮着化解了呢 师父说没问题的 就是和你谈得来的 那个小师傅的师傅 红轩叹了口气 九波知道吗 安安笑声地说 不清楚 应该不知道吧 红轩看了看四哥哥 四妹妹 你真的想清楚了 四哥哥一张脸 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但是却没有低下头 而是略带羞涩地 看着红轩 笑声地说道 嗯 还请大哥 别声张 红轩觉得奇怪呀 没听说四哥哥和父亲 有什么私情 怎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也能让人一见钟情啊 哦 是两见钟情 暗暗拉拉拉红轩 弟弟 别解外生枝了 红轩思索了片刻 方点了点头 四哥哥大大的松了口气 轻声地道了谢 便低下头 不再言语了 安安冲着红轩说道 弟弟 你明天就去找父亲 告诉他 你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法子 只要他不纳气 就不会客气 父亲此时进宫 本来就是安安 唆使红轩的 目的就是 要让父亲 保证不纳气 这样 四哥哥嫁过去之后 也就省了许多的烦心事了 本来四哥哥不同意的 安安说 我知道你的想法 是要好好地和他说 但是啊 也许你和他 还没来得及好到如交四期呢 他们家就开始安排通房丫头了 到那时节 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你要是出言反对 那不成了度妇了吗 父亲没准 心里也觉得不痛快呢 虽然四哥哥 是铁帽子王的嫡女 虽然九二哥 全是熏天 但是傅茶家 又不是寒门 根基生着呢 那规矩自然也不小 假之父亲的出身又那么差 却又娶了个贵女 傅茶夫人没准 会给他们小夫妻添点刺 免得夫妻同心和他的儿子 抢祖上的爵位 而九二哥若是打上门去 除了给人平添笑柄之外 没准还会让小夫妻越走越远 试想 哪个男的乐意被人嘲笑说 自己被老婆和月家拿捏着呢 四哥哥还是有些犹豫 师叔不就不介意吗 暗暗劝道 我皇阿玛是自己愿意的 我不就担心 你还没让父亲心甘情愿的不纳妾的时候 就出幺蛾子吗 四哥哥想了想 的确 当时老师可没有亲娘或者嫡母给的塞人 而老师亲娘过世之后 康熙也没有给老师指定一个养母 因此其他的娘娘也不好插手老师内院的事情 于是四哥哥略微地思索了之后 便同意了 不想父亲被叫来了 保证也说了一大堆 但是就是没有主动说出这一辈子 只守着四哥哥一个人 看来这家伙的确没什么觉悟 安安和四哥哥本来都以为 洪轩呢 还得动许多的脑筋 才能让父亲主动地说出保证不纳妾 不想父亲却冷不丁地将客气一说给抖了出来 不过父亲这一坦白 倒是让原本有些失望的安安和四哥哥 又重新地振奋了起来 于是安安便建议 借这个由头将不纳妾说出去 父亲啊怕是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去 任由他说 怕是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到这点子上 不如借着这个理由 这样的话合情合理也不会显得咱们已是压人 洪轩瞧了瞧四哥哥 见四哥哥没有反对的意思 行 这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第二日 洪轩便找到了父亲 说他去白塔寺找一个特牛的喇嘛 喇嘛用他六十多年的功力认真仔细地算了算 父亲的确可欺 四哥哥若是嫁了过去 怕是凶多吉少 父亲当时脸都轻了 天下掉下来的富贵就这么没了 心都给痛目了 自己当时干嘛不闭紧了嘴巴呢 大嘴巴是用来多吃饭的 可不是用来说不该说的话的呀 就在父亲肠子都悔清了的时候 不想洪轩又转折说道 说幸好啊 有个法子能够解救 父亲大大的松了口气 忙巴巴地望着洪轩 洪轩郑重地说道 喇嘛说了 得以情感天 父亲有些傻眼了 自己是稀罕四哥哥的 但是要说情好像还差得远吧 面都没见过呢 自己是嚷嚷着要为他生 要为他死 这老天爷也不会相信不是 还好 洪轩很痛快地说道 你只要立誓 说这辈子只守着四哥哥一个人 绝不纳气 一切都会好的 父亲自然是愣了几秒 洪轩自然是板了几秒的脸 还好 父亲很快地就保证了 没问题 为了四哥哥的安危 这点小事 他一定做到 表完了太后 父亲还问了句 是不是需要在佛前 郑重的另一回事呢 洪轩顿了一下说 哦 那是自然 但是 等你和四哥哥大婚后一起去 白塔斯的喇嘛师父 我已经说好了 到时候会给你们祈福的 洪轩可不想现在带着父亲去死院 传出去了 太滑稽了 还是等到父亲成婚以后 两口子结伴去拜佛吧 这样的话 也不打眼啊 父亲不宜有他 自然是满口答应了 虽然不能纳妾 但是换来这么个 有助力的老婆 父亲觉得 还是挺值得的 因此 辞别了洪轩之后 便开开心心地 骑马回家了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而楚秀公的齐木格 则是一个头 两个大 虽然齐木格告诉九父亲 他会见八父亲的 但是齐木格还是请示了老师 并征得了老师的同意后 今天一大早 才派人去接八父亲进宫的 八父亲倒没有对搬家的事 发泄不满 而是向齐木格打申请 说向全家搬去圣经 希望齐木格成全 齐木格自然是不敢应证 八个能不能去圣经 那可得由老师考量了 诸多的因素之后 才能够决定的 不想 八父亲却抹着眼泪说 他是不想让一家子最后落得没有个下场 所以才来求齐木格的 希望齐木格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帮衬一二 齐木格苦着脸说道 八嫂 这事啊 我要是能做主 我肯定就应了 可是这事我真的没法子 就算是答应了 也不算数啊 于是八父亲就擦干了眼泪 叫齐木格帮他安排安排 他要见老师 于是齐木格就头疼了 老师肯定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 见八父亲 多尴尬呀 当初老师和八父亲可亲着呢 想了想 齐木格便推辞说 老师忙 怕是没时间 任由八父亲软硬皆失 就是不松口 不过 齐木格还是借口上厕所 派人去知会老师 由老师来决定 没想到 老师竟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回了楚秀宫 说是早上走的时候 忘了寄一个荷包 那个荷包可是安安给他秀的 于是 老师自然而然的 见到了莫泪的八父亲 和在一旁猛摇头的齐木格 包走 老师在房门口 亲切的唤了一声 却吓得屋里 专心致致打擂台的八父亲和齐木格 那都打了一个机灵 齐木格忙站了起来 怪的 爷 你怎么回来了 也不叫人言语一声 真是的 冷不定的一出声 吓我一大跳啊 老师笑着 将理由说了一遍 哦 我问了 知道你在见八嫂 都是自己人 就没有叫太监通报 而早已经站起来的八父亲 听了老师说是自己人 本来红着的眼眶更红了 等老师进了屋之后 并没有光感慨去了 而是急忙地给老师行礼 老师只是虚脱了一下 但是笑道 八嫂 八嫂 别这么见外了 齐木格笑着扶起了八父亲 对老师说道 爷 你回来的可真巧 八嫂正想见你呢 老师坐下之后 笑着说 哦 八嫂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事 坐着 慢慢说给朕听 八父亲 抹了抹眼泪 却没有坐下 站着说道 皇上 我想聚家搬到圣经去 还请皇上恩准 见老师 沉吟不作声 八父亲忙说道 不是 不是你八哥的意思 这是我的想法 他还不知道呢 我们要先试一下 刚才 天 Route 是 到 � 면 我 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